香港冲突再次升级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支持香港当局和抗议民众和平对话 并且呼吁港府克制 而日前中共拒绝英国议员出访香港 英国首相卡麦隆也发出了声明说 中共的这个举动只会适得其反 引起国际社会更多批评 香港预算运动两个月以来 周一群众再度包围政府总部 遭警方以警棍和胡椒碰雾强势驱离 过程中爆发流血冲突 40人遭逮捕 美国国务院表示关切 我们继续叫抗议民众 表达他们的观看法 和香港的公司去承诺 我们建议香港的公司和抗议民众 通过调调调调 我们当然是中国人和公司 除了关切雨伞运动 对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计划 年底前访问香港 调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 30年后的香港现况 遭中共拒绝入境 美方也作出评论 英国首相卡麦隆也透过发言人表示 中共不让英国议员前往香港访问 是错误决定 只会适得其反 加大外界对香港的关注 新唐人亚害电视张其林兵议 对香港人亚害电视张其林兵议